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听最细期的家教story节目 我是四少 大家好 我是娜迪 卢马 我们新一期的魔兽节目 太好了 对线诺言每月有一期 以后大家就每个月的第一周 可能大概就会有这么一期 说这么死 不给自己留后路 人要这样逼迫自己才能干成一些伪业 说个这事 因为你听说辐射要录了 感觉得赶紧的 现在开始了 很慌 甭客气了 录这一期之前 咱先说一下上一期 上一期因为咱们是搞了一个核聚变首发 把网站还搞当了 太牛逼了 你们是真牛逼的 你们同时约的太好 同时点 说这么两个事 一就是上一期因为是一个序章 而且我当时录的也挺仓促 很多人可能觉得篇幅有点短 基本上一半的时间 都在复述一下第一季的内容 你都在接什么 很长时间没录了 第二季的第零期 对 然后只有半期是说新的故事 然后可能大家觉得没听够 所以可以保证 从这一期开始 我们回复一个正常的篇幅 而且让我看现在我的计划 这一期就会非常长 然后我还会在这一期 怎么说 尝试一下比较一个新的 不能说形式 我会在篇幅上有一些取舍 因为编点史 很多关于星球创世的这种东西 它其实篇幅很长 在编年史 狂说 这玩意很抽象 对 不好讲 说白了是我们鸡盒的人 其实比较善于叙述 对于描述不太很擅长 人穿什么衣服 长什么样 一走起来什么样 说起来不是很好讲 所以我会适当的 在篇幅上进行取舍 但是重点的事件 事情 所有的相关的这些重要的信息 肯定会一点都不落的 但是我们会尽量 把篇幅留给大家更喜欢的那些 什么金戈铁马 才子家人 这一类的故事 你咱也爱听 我们说起来也有意思 对 翻翻的编年史 看看这部分 我们略去的部分 对 宏观的部分 我们尽量提炼一点 这是我在第二季里 想要改变的一点点的地方 而且所以说 要会把前半本 大概我们尽量缩减到三期以内 然后咱们快点进入到 跟黑人之门开了之后 这部分故事 大家也很期待 英雄群像 而且这种方式 其实总体来说 也符合我们编年史 一贯的 就是讲 毛组故事的一贯的方针 我们不是复述 编年史的这本书 我们是尽量能找的资料 把它补充进来 然后能重新编排一下地方 怎么讲更好听 我们也编排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跟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就开始 先说一下上期讲了什么 上一期其实就是 半期说了 回顾一下低级内容 然后我们在时间线上 推进到了 黑暗之门开启的 前十年这个位置 最后的守护者麦蒂文 他受到体内 萨格拉斯一部分灵魂的影响 决定用武力 暴力的方式 要改变埃塞拉斯 这样一个群龙武手 然后各个种族 瞎击不打的 这样一个 没错 操弹的现状 然后他就开始放眼宇宙 寻找一些合适的 他的一个帮手 然后他就在 找到了一颗 叫做德拉诺的星球上 然后看到了一个种族 叫兽人 然后我们从这一期开始 未来的几期 可能就会开始讲一讲 把这个时间 回溯到很多万年之前 讲讲德拉诺星球的起源的故事 然后最后我们两边接上 就开始黑暗之门之后的故事 在编解史第二册的 前面他用了相当的篇幅 又把其实第一本的 很多关于世界设定 这些大的东西 又简单的说了一下 所以这部分也不再复述了 总之就是说 他又讲了讲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是光与虚空能量对冲 然后爆炸碰撞 然后产生了这么一个宇宙 我们就从德拉诺这部分讲起 他前面这些什么 太坦又出来了 什么虚空领主 我们就听第一季 第一季的第一期 都讲了这些了 我们从德拉诺这开始 然后我当看编解史的时候 注意到一个小细节 好像在第一章节中 官方版本有一点小小的错误 但后来我又拿到了 新的版本 被修订了 我看到给我这个版本的时候 我做节目时候 那个版本还有一点这样的错漏 说的什么呢 说的是黑暗虚空 也就是我们在第一季里提过的 最早翻译上什么无限黑暗直径 这个东西 他在文本里 不分地方和扭曲虚空搞混了 因为我对照了英文的版本 所以可能会 如果你看完第一本 看这个会有点混乱 但其实他是有一点错的 不过新版本的就没有了 也许你 如果你那个版本是有错误的话 也许可以买一个新印刷的版本 或者什么 我不知道他从哪开始改了这个东西 或者是给我这个文本 是没有印刷的也可能 对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有这种事就可以了 就说咱们说德拉诺 这个星球怎么回事 说在燃烧军团成立之前 很早很早以前 就在一个世界的边缘 黑暗虚空的边缘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 小宇宙 对 这个世界 其实它有很多名字 比如在巨魔的语言里 它叫德戈尔 他们语言里意思就是 已知的土地 比较粗暴的一种 世界的意思 明明方式 就我知道的地方 就这意思 或者在压人 这样比较智慧种族里 就叫它比如起个好听的名字 叫拉克沙 拉克沙 就是太阳之石的意思 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 后来今天我们会讲的 然后这个星球 就是后来我们最熟悉的手法 就是德拉诺了 然后德拉诺和埃德拉斯对比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没有星魂 这是一个普通的星球 它这上面也有一些元素 风和火 这些东西 对 然后在这 我们记得第一季 我们讲过说 四种元素都有二相性 然后当时我们还是一个 没有拿到官方版本 现在有官方版本 我给大家再复述一下 就是火是什么二相性 就是热情和愤怒 风是敏锐和疯狂 土是稳定和顽固 水是平静和犹豫 就是一个积极 一个消极 一个正面 一个反面的 对这样 说元素生物 不都是在 就是普遍的存在 在各个星球上 但其实这个 也不是每一个都有 因为它受一个东西决定 就是第五种元素 灵魂来决定 说这个灵魂之力 比较充盈的这个世界里 这些其他四种元素 就会表现的比较温顺 比较温良 然后如果在这个是 灵魂之力 比较稀缺的地方 其他四种元素 会表现的比较暴怒 狂躁这样 相对照的 就是埃德拉斯 因为它有一个星魂 所以灵魂这种元素 都被这星魂给吸走了 所以它这个星球表面 就比较匮乏 这种第五种元素灵魂 所以导致一个什么线线 就是在埃德拉斯那边 我们故事里看到 就是那个四种元素 非常狂躁 都是打来打去 那四个会有 没有一个心智正常 对 元素领主 德拉诺正相反 就是它没有星魂 所以它这个星球表面 充盈着大量的 灵魂这种元素 所以这种现象 就带来两个结果 一就是跟埃德拉斯不一样 就是它的星球上 那四种元素 表现的非常平静 平静到什么程度 平静到他们 没有形成自己的 物理形态的这种元素 就是烽火 对 就是普通的石头 怎么就是这些 普通的自然景观 然后另外一个影响 就是它这种灵魂力量 灵魂是生命的力量 它加速了 这个星球表面的 这些动植物的生长 让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 就是非常充满活力的 一个这样一个生命的摇篮 很有活力的一个星球 然后这些形态 不一长 体型也各大各小的 这样的这些动植物 在这个世界上 就开始了这样一个 就是对生存的 这样一种争斗搏斗 肉肉强食的一个世界 就是野性和你的强大 是在这个星球上 生存的一个 就是关键基础 对 然后有意思是 在这个星球上 最后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东西 并不是像比如地球上 有这种恐龙 或者是凶猛的食肉动物 而是植物在这个星球上 成为了食物链的顶端 对 这些植物就慢慢发展成 一些食肉的植物 它也是吃一些 其他的生物那种植物 比如说食人花那种 但是可能在这星球上 表现的就更凶猛一点 它们形成一种新的生命形态 叫做孢子群落 它们用它们的 就是那些藤蔓根须 就勒死其他的动物 当做自己的养料 就吸收进去了 对 然后这些植物 有着这种天然的 怎么说 很深的对这种资源 和这种食物 对这种自然环境的 这样一种欲望 就是不停的这种增生 生长 对 然后就是它们那种 就是带有剧毒的这种豆茄 不是药茄 什么 就是荆棘 这些东西 就是相互缠绕形成 像植物的山脉一样 在这个形状表面 有所巨大的 到了山脉程度的植物 对 甚至到什么程度 它那个根扎得非常深 就是已经渗透到了 地下的这些 原来的元素的能量 都被它们汲取 包括第五种元素 生灵魂的元素 也被它们汲取 然后它就渐渐表现出 一种带有智力的 有一种意识的 这样的一个 植物的群体的这样一个 它不是单一植物 但是它们会形成 一个统一的意识 风群意识 所以大概是这样 对 风群意识 这个有一种叫什么 巨大的有机体 这种东西 被称作 Evergrowth 永茂林地 这样一个名字 永茂林地 然后这些永茂林地 就是谁惹 我就干谁 我最牛逼 默在这星球上 其实执意就是 永生的成长体 对 永远成长的一个东西 就是永生者 或者是什么意思 反正是个植物 一个植物的聚合体 在宇宙的另一边 就是泰坦 阿格拉玛 他在继续做他的一个 一个最重要的主线任务 就是杀恶魔 给他分的任务 当时还是萨格拉斯的跟班 算是 对 从时间上来说 这个时候应该是萨格拉斯 已经堕落 但是还没有开始燃烧的远征 中间这段时间 万神殿还在 但是矛盾已经产生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点 然后 就是他杀恶魔这个任务 就把他带到了 这样一个叫做 德拉诺的这个地方 他发现了这个星球 他来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说时间这个事 其实我也就是 自己稍微研究了一下 感觉呢 就是 其实在这种维度上的故事 一般这个 变天史里不会给你明确的时间 没错 对 但大致上 我们从这个前后因果关系推断 就是阿格拉玛 发现 应该是在这个 他发现德拉诺 应该是在发现 埃德拉斯之前 也就是 从这来说 至少要距离黑暗之门 开启之前有15万年了 或者是更早 这是个下限 肯定要比这15万年还要早 然后阿格拉玛 一看这个星球 来了之后 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得先听 来着星球 我先听听 就是搭搭话 小红 小蓝 没人搭理他 说明什么 这个星球里没有星魂 按说 他就应该 该撤了 他就是找这星魂 但是他就对这个 星球上表现的这种 很有生命力的 这样一种星球 感受了很强大的兴趣 对 而且他就决定说 那就是要看这星球上 上有一探号 说哎 那我 我要做一下这支线任务 感觉挺有意思 这个地方 他就看这个星球的表面 就是有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勇猫林地的 无限的这个生长 他作为太太 他就这个预见到 就是如果再让这个勇猫林地 这么这个不受控制的 生长下去 这个星球就会完蛋 是啊 就直接吃空了 对 就是这是星球上的 一个寄生的 一个非常危险的 危险的一个东西 进行期待战坠的 泰伦统统统统 怎么出来 对 说回来 所以这个泰坦 他本身不是 这个秩序的象征吗 他本身这种秩序的东西 迫使他说 不能眼看着一个星球 就这么灭亡下去 他决定做点什么 但是这些泰坦呢 他就是 他不能直接拔吗 对吧 上次拔了 还没拔呢 还没拔呢 对 后来又确实拔过 但确实就不行了 就是闹出这个什么 这个景那个景 对 所以他们还是决定 用一种比较保守的方法 就是他们一个最喜欢的游戏 叫我的世界 就是用一种替身的办法 玩一个创建世界的 这样一个游戏 而且他觉得说 这些植物 本来也是这个星球原生的东西 该尊重它们 也不能说 我一下把你扫灭 他要进行调整和控制 把它调整到一个 比较可以 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是他的一个目的 他干嘛 他就是控制着这个星球上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元素力量 火风地水 然后编织成一个风暴 注入到一个 就是在这个星球表面 当地的一个巨大的山脉中 然后这个山就有了生命 活了 站了起来 就是一个大山人 大山人 大山炮 大山炮 什么 说是好的 他因为他 大山子 对 书里有这么描述 他身上噼里啪啦作响 都是一个能量 然后还有些什么 龙火的脉络在他身体里 盘古那种 对 然后阿格拉玛说 你不能叫大山炮 他难听了 我给你起个名 叫龙山龙 不是 什么玩意儿 反正就是那意思 大家就形象就是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龙山龙 他叫哥隆德 给他起个名字 说让他代替自己 来完成 调整这个世界的任务 这就是德拉诺的守护者版本 对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行走的巨山 就开始他的任务 征程 然后他一路走 一路火花带闪电 后面都是严禁 光光 特别拉风 哥隆德 就和这些 刚才我们说的包子群落 就是开始战斗在一起 首先他看到一个包子群落 那个包子群落开始 觉得他们俩去各种差不多 包子群落也很大 不是事 都山对山 就没想到 哥隆德果然厉害 一把就扯下了包子群落 然后把它从根 从地上去直接扯开了 就根屁了 对 其他的包子群落 就是这些大型的这种植物 一看 这牛逼 咱们得想办法 群体意识马上有了反 对 有了反 然后赶紧把根就往地下扎 继续吸收生命能量 他们要干嘛 拔地而起 他们也能走了 就原来他们是不能走 快速进化 对 快速进化成一种 也能移动了 开始移动的树人 大树人 还移动的大山人 就是开始扭打在一起 这个包子群落 这时候有三个 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他后来跟 德格特拉诺的地表 地貌 形成了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名叫赞加 他身上是沼泽与真菌生物 这样一样 第二个是叫波塔安 身上是原始森林 最后一个叫做纳亚弩 他是丛林 毕体 这要是用漫威的命名方法 就叫叉叉人 什么叉叉人 差不多是这意思 这不是人 对 沼泽人 森林人 对 丛林人 很大 反正就巨大 大概是这样 然后阿格拉玛 就看 你就让小山人就打 反正是这种战斗 很难讲 反正就是根须缠绕 什么喷吐沿江 总之就是个三鹰战旅部 一个哥德龙 一个哥隆德 打他们三个 哥德龙 对不起 对不起 一场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的 一为三 哥隆德一开始 一度处于劣势 他毕竟是受到了 什么阿格拉玛意志的注入 所以他有这种坚强的意志 面对困难不屈服的 这样一种精神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驱动 继续战斗 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这个胜利是一部分的胜利 首先 赞加倒下了 对 然后被刺成两半的赞加 沼泽人倒下了 对 他的尸体就变成了 什么叫 真君从生的一片 真君的海洋 就是现在的赞加海 就是他的尸体形成的 第二个倒下的是 纳亚弩 然后他的躯壳 就是 从林人 在尘土里形成了现在的塔南安丛林 打败了这两个之后 哥隆德也是身受重伤 然后感觉石头都要碎裂而开了 对 然后剩下的波塔安 吸收了另外两个兄弟的尸体 尸身不息 尸体的生命的能量 然后变成了一个更加遮天蔽日的 一个大的生物 所以BOSS战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前两个阶段打完了 P3 P3 对 然后他就用 跟各种切万条藤蔓 缠住石头人 然后把这些 又变成石头人 顺着他大山炮 还石头人 还石头人 顺着他刚才受伤的那些皮肤 就把能量渗透进去 想侵蚀他 对 最终在还有一个对手的情况下 哥隆德就倒下了 然后就用斯特尔一句话 他是真真的倒立之后 就是吸碎 石头人 也是 碎裂在地表上 然后他的尸体也形成了东西 就是在纳格兰的边缘地带 形成的一道山脉 那道山是 对 后来我们能来到 在外域好像能看到纳格兰 能看到这个山脉 其实这一段和咱们 很多现实文明中 那些创世神话也很像 那些神死了之后 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变成 都会化成 那些神旨 就形成了什么名山大川 都是这类的故事 然后在他们这个世界上 不仅形成了这些地形 还孕育出新的生命 所以打的期间 刚才我们说 不是石头人的碎片落在地上吗 生成了一些新的物种 然后植物那边 也有些碎片落在地上 也形成一些新的物种 比如说植物这边 形成一种叫做 元祖精兽的一种 四角的植物型的 怎么讲 怪兽吧 然后体型也非常巨大 不仅体型巨大 而且坚固速度与敏捷 这个Space Murray 又大又快 是是是 整个是四角的 怎么老提别的 这种提 对对对 不合适 老串台不合适 然后格隆德身上 掉下来的这些碎石块 里面是泰海之力 其实是 对 跟那些四种元素之力 又相互融合 形成有什么东西 叫元素之灵 就是说在德拉诺这行程上 终于有了元素生物了 而是从这样一种方式 经过一些外来的力量的干预 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从他的 格隆德倒下之后的尸体中 形成了 怎么说 四个最强大的元素之灵 也就是后来 在德拉诺这行程上 被一些萨满教义 所信奉的一些元素的神明 就是说四个元素之怒 火焰之怒伊森拉图斯 水流之怒埃布留斯 大地之怒哥达乌 和空气之怒卡拉迪奥斯 就是这些萨满 他们心里的什么 然后在倒下的 格隆德的头部 然后这些元素的 四个元素之怒 就决定在这 我守着这个尸体 就是缅怀什么 战胆堂的守护者 然后这个地方 就在格隆德尸体的头部 这个地方 现在叫元素王座 就是被其他的反典种 叫元素王座 这个地方原来就是 格隆德 元素之立 汇与之处 对 就是他原来的 尸体头部的位置 然后眼看着 德拉诺上这些 刚才忘了说的 就是 实质生物这边 还闪上了一种 叫巨灵的生物 就是格隆德身体 下来叫巨灵的生物 对 就是和元祖经兽相对的 这一个等级的 大概 也是稍微个头小一点 但是其实也不小的 这种 对就是巨灵也很大 用现在凡人种族来看 那已经大得不得了了 对 就是不到星球那个级别 但是在星球地表上 已经是非常巨大的了 然后这些巨灵 虽然他的 谁啊 阿格拉玛 他造的大扇炮 被搞定了 但是他碎掉之后 形成一些巨灵 阿格拉玛觉得还有希望 对 然后他就想办法 又给这些巨灵 弄了一些石头铠甲 上面有力量明文什么的 就给他重新武装了一下 然后这些巨灵又 又开始和这些波塔安 就是残存的波塔安 以及他手下的这些什么 森林人 对 元祖精兽这一波 两边又打了起来 阿格拉玛挺喜欢玩 挺喜欢玩的是 这挂机游戏 自己也不出力 是吧 对 有变化就已 对 对 然后他马上就要开发 这个黑屏模式 因为什么事呢 因为在这个宇宙的另一头 除了这么一个大事 就是萨格拉斯 劈开了一个被腐化的 这个星魂 这个是我们第一季讲过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 然后这个星魂的悲鸣就传到了阿格拉玛这 哎呦 出事了 对 然后阿拉玛一看过 这个主线任务开始倒计时了 是 赶紧要奔向这个主线任务 这个支线任务回头 先放那 对啊 但是没成想 他就是这一走 就是相当于和德拉诺的一个永别 就他再没有能够回来 对 就被这个萨格拉斯就咔嚓了 对吧 他走了之后呢 在接下来在这个星球上 就刚才像我们说的 这两场石头人这一帮 和这个树人这一帮啊 就是不停的打 巨灵和那个原始棋兽 对 打了数千年啊 然后这个统治权几度一手 打来打去 然后巨灵呢 也是这个损失惨重 然后在巨灵 这个死掉的巨灵 这个实体上呢 又诞生一种新的生命 叫做马格龙 实体上老能长出新的东西来 这马格龙反正个儿又小了一点 就是每一次死吧 就是变成又小个儿了一点 对 剩下这些巨灵啊 觉得他们想弄了一种办法 就是利用了这个泰坦 给他们留下来一些圣物吧 因为具体梳理具体 没说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采取了一种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同归于尽的战术 搞了一个大爆炸 说白了 就是什么时候世界 特别喜欢大爆炸 就咚就解决一些问题啊 今天我们还会有一个咚 你看就这一期一期的咚两回啊 明显他能感觉到 他继承了那个泰坦能量之后 继承了泰坦的某种责任 对 牺牲自己 我也得完成我的任务 然后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最后剩下的那个包子聚落 也被炸完 这个植物的碎块啊 又散落一地 反正总之呢 在这个惨痛的代价之下呢 巨灵算是胜利了 对 就有茂林地就 这生成了三个巨大的生物 就全被打败了 对 这三个大的就被打没了 对 但是呢 这个代价也是就是这个巨灵 这回死了之后的尸体上 再也长不出来 就是新的生命了 但是呢 他们形成了一种一种矿物 叫做黑石矿 后来也算是造福了 星球上的这个生物 可不 波塔安死的时候 被炸死的时候 他的这个巨大的残骸呢 一块也是形成了一块 这个怎么讲 这个植物的茂盛的一块 林地 这个草地吧 这个地方现在叫法兰伦 就是一点点这些 现在有没有的这些地方 都出现了 然后这个勇茂林地 这些东西被消灭之后呢 就是德拉诺呢 也没有迎来和平 就是他们实际上 大的死了 又长出小的 小的接着打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同一时间呢 阿格拉玛那边呢 就是万神殿的命运呢 咱就不说了 去清第一季的第一期和第二期 关于咱们起个名字 叫这个诸神黄昏的故事 没错 他们就是一块就是 白白了 便当了 但是也管不了德拉诺这边 他们就是德拉诺这些东西 要靠自己的力量去 自生自灭了 然后这个勇茂林地瓦解之后呢 巨灵与孢子群落的后代 还在去进行的 这个不停的争夺 进行的不停的冲突 然后呢 两边这个首席的继承者 就是元祖精兽 和我们刚才说的 从那个巨灵身上 长出来的这个 马格龙 马格龙 他们是两边主要的这个力量 暂时 但是还不光有他们 还有些别的东西 也慢慢也开始 别的生命 渐渐的出现了 比如首先一个事件 就是这个 很多孢子 附在这个马格龙的身上 然后这个道成的现象呢 反正我不知道有什么原理 就是和这个 阿泽拉斯这边的 这个血肉诅咒 差不多 就让这些石头人吧 就慢慢退化成了 这个血肉的生物 血肉之躯 然后赋予他们生命的感觉 对 一步一步退化 还有不同的阶段 产生了不同的 不同的退化程度 产生了不同的生物 马格龙往下退化成歌龙 歌龙退化成独眼魔 独眼魔退化成石人魔 石人魔退化成兽人 是这样 对 但是按照我们 它是 其实上是这么个过程 就是这个体型 在逐渐逐渐减小 对 智力在逐渐逐渐上升 自己的生命的 这个在我们的心情中 叫计划 对 因为你这个体型越大 其实需要的能量 和资源就越多 对吧 然后你就是 其实越不利于生存 体型越大 对 然后你智力越高 越利于生存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 很进化的这种感觉 所以难怪最后兽人 会在这个星球上 成为霸主 对吧 然后退化的前几个阶段的 马格龙 歌龙和独眼魔 有一个统称 叫破坏者 他们相当于是一个势力 然后破坏者相对应的 植物这边 它有一个统称叫元兽 刚才与我们说的元祖 精兽为首 它这些孢子和当地的其他的一些 正常的自然植物相结合 也产生了一些其他的生物 比如摩甲人 孢子人 木精 他们把让植物获得了某种意识 和感知能力 对 通过孢子 让他们得到了一种 就是进化 他们这边可以说是进化 他们也在进化 植物阵营也在进化 对 然后就漫长的岁月中 这两边还是打来打去 但这个打 其实也不见得就不好 它相当于在多拉诺 带来的这种平衡 它总比那些 像山高那样东西 打来打去 对星球是有损坏的 变成了这样两股势力之后 在这个星球上 迎来了一种比较和平的 这样一个 不断说和平 比较平衡的一个 动态平衡 动态平衡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这两股势力 分别控制了一些地区 破坏者控制了 戈尔隆德 双火岭 纳格兰 以及阿卡兰 这样一些地区 这都是一些 德拉诺 我们比较熟悉的地名 原兽这边 控制了塔拉安丛林 赞加海 法兰伦 影月谷和塔拉多 各有各的一块地方 风格完全不一样 那边是石 还有岩石风格的生物 这边是纯粹的植物 以繁田种族来看 好像是植物 这边看起来 好像还更易于居住一些 那边都是 穷山峻岭的那些 然后这里有一个事儿 就是巨岭的遗骸 他们不是生不成别的了吗 然后也 还残存的少有的巨岭 还活着 受到了孢子影响 就是退化成 血肉生物之后 就变成有寿命了 然后现在这些 比如寿人 寿人什么这些种族 开始登上舞台 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 他们已经就死去了 有寿命了 但死了之后 这些繁田种族 就会在他们的尸体上 搞一些 找一些什么事物 什么骨头 什么的 用来做武器 咱们相信这些巨岭身上的材料 还带有一些神力 所以很多德拉诺上的 这些神兵力气 可能就是来自于 巨岭的遗体上的一些东西 做出来的 然后我们 相对有点简略的 但其实 在书上可能篇幅更长一点 我们把这个 算是德拉诺的神话时代 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埃德拉斯那么复杂 反正就是树人 和石头人 打了一通 最后世界来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开始说说一些繁田种族的诞生了 首先我们说说亚人的故事 亚人故事其实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很精彩 当时70级的时候 虽然刚一开始是讨厌亚人 但后来发现亚人的故事其实还可以 没错 在永茂临地消亡之后 动物们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余地 终于没被吃觉了 对 开始植物就开始被没有那么强大之后 动物开始又恢复了活动 但是他们生活的环境依然很严苛和残酷 对 破坏者和元兽依然是心情上的两大势力 他们就在夹缝中才能生存 所以最适应当前环境的是能飞的鸟类 不用沾地 所以石头人和树人弄不着 他们是比较适合 率先发展 然后鸟类族群就定居在阿卡兰 然后在阿卡兰这个地方 渐渐出现了三位神一般的鸟类的生物 他们分别是庄严的火鸟鲁克马 它的力量是光明的力量 大概形象就是浑身着火的鸟 凤凰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还有一个叫凶残的风蛇塞泰 风蛇不玩魔兽的人 不知道什么叫风蛇 风蛇就是蛇长了翅膀 翅膀不是羽毛 应该大概是类似于两栖类的那种感觉 还是说骨骼类的那种翅膀 就是会飞的蛇 像蝙蝠一样翅膀 大概是那个 还有一个是狡诈的乌鸦之神安苏 坐骑 对 这几个行都能骑 后来 塞泰是暗影之神 然后安苏是奥树 奥树 每个人掌握一种力量 他们联合起来 驱散了当地的元兽和破坏者 然后在阿卡兰建立了一个鸟类的王国 那真是很牛逼 上古三英零 很厉害 建立了一个属于鸟类的王国 然后他们分别有自己喜欢的鸟类的族群 卢克玛就带着卡丽鸟 卡丽鸟是一种很美丽的鸟 卢克玛本身因为浑身是火很拉风 但是性格上就是一种很美丽 但是很高傲 傲慢的这样一个形象 安苏就比较谦和 他特别喜欢跟鸟类中最低级的乌鸦 关系比较好 带着他们 你们也挺不容易 跟人往混 丐帮跟我混 但数量很多 那边风蛇 当然就统治他的风蛇那一族了 但是风蛇赛泰有一个特点 就是统治起来的手段 比较毒辣残忍 但是比较铁血的统治 然后他们这三个神明 诞生以来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暗影力量的赛泰 对鲁克玛妒忌之心 日渐旺盛 就觉得你凭什么那么牛逼 你凭什么那么拉风 你凭什么那么美 一走那都火 我这是小蛇 我怎么那么惨 不太乐意 然后他就想说 梦想有一天能够击败鲁克玛 夺取他的力量 他也要变得很美 变得很美 然后他想办法 一个人他觉得打不过这火鸟 他就找安苏 咱俩弄他 弄完了之后 化尖而至 你我共分天下 不错 但是他没想到 安苏不仅没有像他一样 对鲁克玛有一些妒忌的情绪 安苏用相对话讲 他暗恋火鸟鲁克玛 他对他心生爱意 他是一位女士 火鸟之神 其实书里没有明确的说性别的事 真的吗 性别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美 超越那个一样的一种爱慕 可以这么理解 我爱你 跟你无关系 然后他就偷偷的把 蜂蛇的险恶的用心 告诉了这个火鸟和鲁克玛 然后一方面他假装 要和蜂蛇要合作 两面三刀的乌鸦之神 比较狡诈 安苏 安苏也是 然后等到赛泰决定出击那一天 鲁克玛早已经等好了 就埋伏了他等你来 结果他一下子就用火焰 烧掉了这个蜂蛇的两个翅膀 赛泰之后就直接从天上掉到地上 然后这时候从旁边 埋伏好的安苏 直接冲出来 挖掉了赛特的 赛泰的两只眼睛 赛泰估计还想问你 他们刚才死了 说好了 对 然后赛泰一看 又气也又什么 就感觉又被阴了 这不是看了 他已经没有眼睛了 对吧 反正很愤怒 赛泰拼尽最后一口力气 就是用他恶毒的怨念 然后发出了一个复仇的诅咒 用他的血和身体 发出一个诅咒 然后诅咒很快在这个地方 就蔓延开来 安苏一看情况很危急 想了一个办法 就直接一下子 把蜂蛇吞到了自己的肚子里 鸟吃蛇那种样子 对 然后就让诅咒 没有在地表再继续蔓延 只影响了一小块的地方 但是安苏也付出了 非常惨痛的代价 他吃下蜂蛇之后 身体就是抽抽了 扭曲变形 然后翅膀也萎缩 就不能再也不能飞了 安苏再也不能飞了 然后他本来就觉得说 自己很配不上那个活鸟 现在更丑了 对 他变成这样之后 更加自残行贿了 但是他吃了之后 获得了一个好处 就是他开始 他懂得了驾驭黑暗魔法 虚空的力量 奥秘奥术与魔法 他不仅能是奥术 还学到了风蛇的能力 然后他就用这个能力 进入了一个 怎么讲 暗影的戒狱 去另一个卫面 就藏起来 不让鲁克马看到他 他也不出来 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对 但是卫克马觉得 这个人太局气了 太局气了 对 哪个词 这个思想 对 你是一个好鸭 革命的情感 对 他就决定向他表达一下敬意 他就利用自身的 因为光明的力量 也是生命的力量 他就用他的生命的力量 改造了一部分卡丽鸟 是他们转变成了 一种新的鸟人族 叫做阿拉卡鸭人 这个名字 有阿兰卡之子的意思 对 在他们身上 兼具着科鲁马的优雅 以及安苏的睿智 就造成这样一种新的种族 来纪念他的好战友 然后鲁克马就决定说 要把种族培养的强大 怎么说 见证亚人文化 一步一步成熟 他觉得这些子民很不错 然后他看着他们壮大的同时 也传授给他们一些光明的力量 然后也给他讲 说历史上 我们为什么有你们 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很坏的风蛇 要搞事情 叫塞泰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们有一个盟友 叔叔 很缺德 可以可以可以 王叔 不是 叫安苏叔叔 大爷 对 所以在亚人文化里 首先他们崇拜卢克马 他们的信仰里 封他为太阳女神 但同时代表智慧的安苏 也有同样的高的地位 非常崇敬 非常崇敬 而很多人开始学习安苏 研究性奥术的魔法 成为了亚人族群当中的法师 第一批他们的法师就诞生了 不过暗影诅咒其实还存在 对 还是个危机 对 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阿兰卡了 对 然后他们就有着 一直要回去 要回去我们原来的领地 夺回我们 夺的我的家园 回乡 夺回我们的遗产 回乡 对 有这样一个情愫在 卢克马看着亚人的文明 已经发展的差不多了 时候了 然后他就决定说 要带领他们回到阿兰卡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怎么想 振翅火鸟 南非 东南非 飞 就说你跟着我们走 小的们走 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火鸟在天空中 就用他最后一口力气 因为他其实刚才造那些亚人什么的 已经消耗了很多他的生命的力量 他到这时候 其实已经叫不行了 他就在天空中 用最后一口的力气 吐了最后一口火 把自己烧了 然后就在天空中 形成了一个 说是梳理血 像是另一轮太阳一样高挂的天空 然后亚人也觉得 这是他们一个 作为一个族群 真正要靠自己 在大地上崛起的时候 到了 这是一个信号 如中太阳一样崛起 对 我们像太阳一样的神 给我们照明了道路 我们要前进 然后他们给自己起了个新的名字 叫埃匹西斯 就是亚人以后 叫自己这样一个名字 然后他们 信奉安苏那一波亚人 也开始进入以前的山谷 去研究被诅咒感染的地方 开始研究 他们就掌握了控制虚空的力量 亚人也是很聪明 相当于说埃匹西斯 亚人同时接纳了光明和虚空 两种力量 成果斐然的一个魔法种族 而且他们对这个东西认知 我觉得很先进 他们认为不管是光明虚空还是奥数 都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 他们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要接受这样的力量 所以从最近 魔兽剧情讨论的八点人 也很火 所以就要从原来这种 善恶两原论的这样一个世界观 现在已经慢慢的 从八点人看到 我们的意思已经看到了 就是他要想光明和虚空 都有两面性的这样一种设定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 从八点人的角度来看 这个时候 亚人对这个世界 能认知到如此程度 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文明 包括你想 纳鲁也好 那么牛逼的纳鲁 包括德莱尼人也好 德莱尼人也好 他们科技到那么发达 但是对世界世界的认知 是有片面的 不全面的 对虚空是有偏见的 所以亚人还是很厉害 然后信奉光明和虚空 不同的这两边 分别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教派 信奉光明的教派 叫安哈尔教派 开始钻研神圣法术 光明相关的力量 然后信奉暗影与奥数的这边 形成了一个教派 叫斯卡拉克斯教派 他们就天天研究奥数 和暗影的能力 这些 然后这两个教派 也渐渐的成为了 鲁人的上层社会 他们也是鲁人族群的带领者 因为他们力量比较强大 有知识 有力量 有力量 对 然后鸭人 其实就可以对比相当于 可以说是 埃德拉斯那边的巨魔 还是什么 就第一个 甚至觉得有点像精灵 有点像精灵 对 更像暗影精灵 是吧 首个辉煌文明 算是这种感觉 对 但是鸭人很谨慎 他们开始在这个世界 开始跟精灵一样 在世界上各地 建立自己的少战 然后观察这个世界 然后他们开始绘制 第一次开始绘制 地球的地图 就是文明都这样 然后他们开始考察 那些古老的那些残骸 他们通过考古 就是慢慢了解到 这个星球曾经发生过什么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 就是在德拉诺的神话时代 跟俄罗斯套娃似的 一个一个变小 小了现在这种 石儿和树儿的战争 就是知道了什么是破坏者 什么是元兽 他们都了解到了 鸭人非常厉害 然后他们也观察到了 就是破坏者和元兽 后来的这些 还在互相打 就在他们面前 对 然后鸭人 就是属于一种吃瓜状态 觉得打真好 你们打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对 就是一心研究学问 就觉得上古的文明 积累到现在 如此的美丽 是吧 跟我没啥管 对 就是自然 有自然现象 他都敢在看 咱们看着暴风雨 是人家打去 不管 大概就是鸭人 就这样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然后但是这个鸭人崛起 肯定会有人发现他们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元兽和破坏者 都意识到了 鸭人这样一股新的族群 成长起来 成长贼快 对 首先我们说元兽这一边 在离鸭人这个地方 叫阿兰卡尖峰 离这个地方不远的地方 森林里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树人 他自己就一个树人 很强大 叫纳勒加尔 他可以说是 怎么说 在这个时代里 比较强大的个体 在元兽里 然后还有很强大的智慧 还有很强大的自然魔法 他就从其他的元兽 里慢慢一点点吸收 就是通过感知力 通过吸收这些知识 他慢慢的就开始试图 要掌握当年包子聚落 如何协同那么多植物 一起席卷大地的 这样一种能力 慢慢的来这样 技术日渐精进 最终 他确实能够开始操纵 其他的元兽了 我听他的命令 然后他在这些元兽里 相中了一族叫木精 他觉得木精 可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族群 可教 可以成为我的 很强大的怎么讲部队 所以他就开始像鸭人那边 跟火鸟一样 他就开始培养木精 这样一个 把它培养成有带有文明的 这样一个生物 木精跟着他也学会了 自然魔法 会魔法了 造了一些什么自然能量支持 这样的东西 有了一定的文明了 那了加尔这个时候 就开始觉得说 我可以开始考虑一下 搞一搞鸭人了 搞一搞 等一下为啥 张嘴就要怼他 对再不愣他 就是为什么呢 鸭人那边 搞这些光明暗影什么 奥树这些力量 其实和他们那边 就是树人那边 自然的力量 其实相违背的 我觉得他这文化 就跟自然有点关系 这些东西其实是怎么说 不管是秩序也好 还是混乱也好 他终究是要改变 自然的原型态的状态的 总之就是必有一战 原来是这样 对 然后他觉得说 但是这个鸭人好像也很厉害 他觉得说 我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然后他就说 我先打点装备 打点装备 我好厉害 他就在心球上到处溜达 最后他就找到了一块 什么呢 这块巨大的石化根须 我估计就是一个 史前的那些 叫什么包子聚落的化石 我就是这东西 拿了一块回来之后 这个可以了 这是干嘛呢 再把木精也召集过来 跟他们讲说 这个是以前怎么怎么样 跟他们灌输这样一些东西 然后说 我们现在要用这个化石 造出一个新的包子聚落 比我们的祖先还要更强大 我们要重新 我们的植物 要重新统治这个星球 就这样 然后这些木精都很愤慨 受到经国主义的教育的洗脑 所以他说 完蛋 然后这些木精 太危险了 成千山万的木精 就自愿的牺牲自己 把灵魂的力量和他们的生命之力 注入到化石里 然后形成聚落 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这个东西在一点点 一天天的在长大 纳拉加尔不能 我不能管我这大个的 他也开始召集一些其他的部队 比如说他给一些 很多的树木赋予了生命力量 然后形成了一些 可以行走的大树的军队 叫做流行者 肿瘤的流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他还通过他的传信 号召了数以万计的元兽 都聚集来到他这个地方 大军已经蠢蠢欲动了 马上就要开动 而且他们 他本来就差不多要还原了一个 类似波塔安一样那种巨大的 对 他生成比那还要厉害 反正就是要马上要干了 要开干了 对 然后另一边 亚人这边 安哈尔和斯卡拉克教派 分别也派出赤猴 然后都是辞掉了 赤猴没回来 少有的那么伊朗哥回来的 就是给他们报告了这样一个很惊人的消息 数字 就是数人在干嘛 在纠结兵力 马上就要过来了 然后他们还报告了最主要的 就是他们要造成新的包子聚落 这个造成了就不得了 咱们肯定弄不了 就完了 因为他们也熟知历史 知道以前这东西多下 都讨古过 然后就是说 那怎么办 亚人决定说 我们没有主动出击 对 然后就是要先 先在这个怎么讲 苏醒之前 在这个东西 先下手为强 然后他们就两大教派联合 紧急的合成了一支大军 然后所谓的埃匹西斯大军 深入刚才我们说的 叫塔拉多密林的地方 要开始搞包子聚落 包子聚落 开始这时候已经有名字了 叫塔亚拉 给他们一起了新的包子聚落 然后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虽然怎么说 亚人修了三门 是 那是 必修课 魔法大师 又会神圣力量 又会暗影 又会奥数 但其实还是打不过树人们 为什么 因为树人有一个厉害 他们通讯的系统 非常厉害 群体意识 对 刚才我们说的树人 他把自己进入一个冥想状态 然后和其他的这些树人 都连接起来之后 大家不用需要任何的传达沟通的必要 完全都是受他的一个人的 都是用同一个大脑 一个意识来控制 就跟重组一样 这个东西就很厉害 不管你科技有多厉害 听不过这种执行力和协同性 对 没错 然后首先这是亚人的一次惨败 他们没有能攻到他们想要攻到的地方 要摧毁他们暴子聚落 震惊了 对 然后这时候怎么办 安哈尔教派 然后他们就搞出了一些新东西 搞出一个发明创造 是一种新的武器 叫做鲁克马之锡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叫做一个 它是一个装置 它能够引导太阳的力量 然后发射出毁灭的光束 射线 字面意思是核武器 对 这理解为这是一个 太阳的力量层本 就是核武器 引导太阳的力量 然后发射出去 反正就是很牛逼 这东西就是见谁灭谁 就这样 然后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新的暴子聚落 塔亚拉终于动了 现在苏醒过来了 因为那边木镜 还在通过牺牲 给他传输能量 行 好 然后怎么说 亚人这边看着 就是形势岌岌可危 因为他们武器还在造 然后那边他已经动了 还在赶攻 那边大军已经压境了 时间来不及了 然后纳勒加尔估计又鸣晓了 是吧 开始控制这个大的 对 对 就跟开基亚一样 远程的 远程的一个大高达 开弹 开过来 对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眼看着这个情势危急 他们时间来不及造这个武器了 然后安哈尔这个武器 他们的人 就是工匠都在紧急造这个武器 然后另外一个教派 就说 那要不然 你们接着造 卡拉克斯法师 我们去拖延一下 我们去自动 主动情形做这种牺牲式的攻击 也不能说牺牲 就是很危险的那样一个行动 他们潜入了塔拉多的密林 找到了 在属于指挥中枢的 纳勒加尔 他们想摧毁对方的指挥系统 擒贼先擒王 对 他们之后就可以拖延 他们进军的速度 因为失去指挥之后 肯定会出现混乱 没错 斩首行动 对 但是纳勒加尔又多牛 是不是 他都干出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他很早当时就发现了 说有人来要偷袭他 所以他也是释放了一些 他的手下树人 然后他也脱离了这样一个冥想状态 很快的就杀死了大量的 来犯的这些鸭人 但是这些熟练的使用 暗影力量的鸭人 还是成功的释放出了 一个暗影的这样一个冲击波 对 放出一个诅咒 纳勒加尔就中了这个诅咒 然后慢慢就枯萎了 这个斩首行动成功了 竟然 我看这个当时我看书里描述 我以为这是一个惨 就是要惨死的一波鸭人 他们确实惨死了 但是成功了 但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当纳勒加尔枯萎之后 确实元兽们连接都瓦解了 他们马上就变得很混乱 失去了统一的指挥 然后大军就在阿卡兰的边上 就停下了 没有人指挥他们了 这就给武器的制造争取了时间 安哈尔这边教派这些工匠 紧急的就把武器完成了 完成之后 自然就是要来一炮了 来一发 从装置中喷射出的 二营爪 对 意大利炮 然后炙热的光芒 就穿透了塔亚拉的胸膛 然后那些被烧的 直接说是比远古时代的 暴走还要巨大的塔亚拉 瞬间就被烧成一堂灰烬 一个大火球 可控核去变 烧成了灰 然后更厉害是 就在山峰周围 整个都焦土了 一片焦土作战 在这一战之后 永茂林地就再也无法重振 西日雄风了 数字的原话 相当于自然的惨败 对 自然从此就再不能 植物就不能在这个形状上 称王称霸了 一个新的时代就到来了 属于凡间文明的时代 德拉诺就属于这些凡间的种族 开始进入一个发展时期 然后这个时候的时间 大概是黑暗之门开启前的 2000年左右 其实德拉诺这边的历史 进展的还是挺快的 时间又过了几百年 在之后的数百年的 亚人帝国 他们战胜了如此强大的敌人之后 亚人帝国成长为一个 非常强盛的帝国 其实大盛之后 就是黄金时代 对 黄金时代 然后在他们的魔法研究当中 他们学得了非常多的知识 因为几百年的盛世 然后他们有知识 就要保存知识和学习知识 这个亚人有多厉害 我觉得比德拉诺 比德拉尼人的科技 可能还要厉害一点 这个亚人 他们研究出一种水晶 来储存知识 导致这样可以让后来的亚人 不需要学习知识 只是通过水晶 输入到自己的脑里 这是人类我们梦寐以求的一种技术 对 亚人就有了技术 一摸就学会了 这个东西就叫做埃比西斯水晶 后来我们反复在 但我也没觉得总有这么好 换一些破烂 所以亚人还是很善意做生意的 拿这么好的东西 就给我们一些破烂 而亚人一组 本来就是鲁克马的后人 他们继承了一种 那种很傲慢的情绪 这点其实也和精灵很像 对 所以他们战胜了这么强大的敌人之后 这种傲慢 就是变本加厉 感觉很膨胀 很牛逼 页入百万 对 然后他们开始又采矿 又伐木什么的 就大肆改造这个世界 就觉得世界自然的都不行 都改造 然后安哈尔基斯 就在他们刚才说的闪闪发光的武器 周围就建了一个太阳神殿 听这名 然后每年都会有成千三百的亚人来朝拜 今天当年那种大胜 拜这个大山炮 又大山炮 不是大好炮 对 比阿里炮 对不起 对意大利炮 对 然后另外一边 斯卡拉克斯法师 就也是举行一些集会 他们会缅怀 早就失去的安苏 安苏 对 然后怎么说 艾比奇斯文明就争争日上 但是你想盛世就肯定是喝酒必分 肯定是要出点事情 人饱 酒足饭饱就四亿亿 这没有人跟关系 但是没有四亿亿 就搞了一些斗争 什么事 就是这个 两个教派 安哈尔和斯卡拉克斯的两个教派 就慢慢的发生了冲突 冲突的本质 其实就是一种什么统治权 那么在亚人社会中 统治权是通过什么来体现 就是谁控制了知识 谁就控制统治权 还有道理 一个很向往知识的一个种族 然后刚才我们说的 学习光明法术 光明力量的这一派 就开始他们有一个叫领袖 大祭司威斯利克 威斯克 什么 老三台 对不起 然后他就命手下 收集了很多这种艾比奇斯水晶 然后就藏起来 说白了就抢这东西 不让另外一个建签 抢知识 藏知识 然后卡拉克斯教派 斯卡拉克斯教派 说你这么弄不行 对吧 你交出来 你不能 因为知识得 知识应该分享 对 是我们所有人的 对吧 你怎么能搞知识付费什么 对 牛逼 对 到底是个什么节目 对 然后这两边就爆发了冲突 然后也肯定不愿意交出来 相当于他的统治力 就这种对抗表现为这个东西激化 然后对对知识的一个争夺 斯卡拉克斯教派干什么事呢 就是进攻太阳神殿 因为他们把水晶堂在神殿里 两边就在曾经象征着他们种族最辉煌的一个地方 太阳神殿这两个种族就掐起来了 打了一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说内战大概持续了数月之久 他也没打几天 那他们打可不快 打多有意思 千年比起来 科技也很高明 其实你都没想 其实这两个教派 就是那边特像圣战骑士 那边特像兄弟伟 你发现了 对 那边什么功耕于黑暗 然后还有牺牲 这是要分析 然后那边是那种高傲的 天神之子那种感觉 反正是差不多的感觉 肯定得怼起来 对 然后安哈尔其实有点操弹 他们打了两边相持不下的时候 他们准备动用鲁克马之锡 来对付他们的同志 太阳炮何必呢 对 急了吗 对 另外这边的斯卡拉克斯 怎么这么难说 斯卡拉克斯一族的 这个时候的领袖 叫做萨拉维斯 他也是一个祭司 他明白 就是说这个东西一上 就还打啥 肯定是不行的 对 他就决定说率领一小撮 就他最精锐的法师 带斯进行了 对冲上顶峰 他不能坐以待毙 如果说这时候我们退下来了 相当于主动权和统治权 永远就给了对方了 所以我拼死 我想要搏一下 他带着一小窝精锐 就冲上了 冲破了对方的防线 来到了鲁克马之锡的面前 他干嘛 他们用一个法术 要摧毁大炮 摧毁龙马之锡 然后成功了 真成功了 法术生了孝之后 直接罩 龙马之锡就 你想这哪是那么好战 哪是那么好摧毁的 就是说法 一般我在编程实际 反复的看到这个词 就是灾难性的后果 历史上 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 灾难性的后果 然后装置就突然炸裂 大部分家人 不管哪边的 就当场毙命 然后在火光消散之后 只剩下一片黑暗 然后甚至将什么 将阿兰卡山峰 都炸碎成不数的小的山峰 山峰都炸没了 所以后来这地方就叫什么 阿兰卡峰林 就全是小小的山 对 原来叫阿兰卡尖峰 是一个山峰 把这个 中马拉马峰 炸碎了 炸成了好多富士山 真牛逼 真牛逼 我就怕 没什么道理 然后有一个问题 带来就是不用 其实后续 埃比西斯文明就没有就此陨落 没落 不能说陨落 是没落 亚人还在 反正 但是他们没落不要紧 埃比西斯的文明 这个没落 代表着新的文明 就要 崛起了 燃燃升起 这异象感觉有点像 某种是凤凰涅槃那种感觉 对 但浴火重生的不是他自己 是另外一个文明 但是亚人其实直到我们玩家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还是有的 但是能感觉他们已经活得很惨了 是 对 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特别惨 都在综合城市里的平民区域里 没错 亚人的 城河 城河节目部 挺苦 对 就是咱们办核心变那种点 做生意 对 对不起大型人民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后来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兽人是如何诞生的 之后 可能我们更熟悉的一些 种族的故事 我们讲的应该是 德拉诺的第一个辉煌期 就是凡人种族的第一个辉煌期 对 亚人文明 对 然后我们这一期 可能也就是内容其实挺紧凑的 就是我会把 其实在书里是一个相对 可能按照我们第一季的讲法 可能得讲两三期的一个内容 我们把它贵总在一期里 对 就是把德拉诺 这个前多少万年这一部分 大概精华成 大概就是这么个事 就是有一些石头人 树人打完之后 出来一波 鸭人 然后鸭人 文明很高 跟精灵一样 然后最后自己作死 这个趴一架 这个就是 居士的这个 后来的故事 新的文明 就来了 就要到来了 咱们就下期再见 可以 就这样 就讲到这了 下期再说 历史继续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